中文字幕 李宗盛 社民連同公民黨五位立法會議員 在五天前辭職 两个政党希望藉着五区请求的补选 进行变相公投 让选民有机会表态 支持尽快落实双普选 和挥除功能组变 去年年底 政府推出政制改革咨询文件 咨询期会在下个月19号戒门 这次是政府自从05年 政制改革方案被否决之后 再次向公众自信 两个星期前 立法会常务委员会 通过政府兴建高铁的撥款以来 一帮反高铁的年轻人 围堵立法会要求和政府对话 表达对现行政制不满 矛头直指功能组变 打倒功能组变 这次事件令公众反思香港的政治制度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政治制度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不是唯一的问题 因为制度本身来说 是很明显向功能组变倾斜 而且我们的政府是没有民众的授权 这些制度已经拖了十几年 酝酿下酝酿下 很多人的不满是越来越要寻出道 功能组变国担 功能组变国担 所以在体制内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就变成在体制外 或者投票商不能够公平解决的问题 就会有一个所谓向外排的作用 就在体制外那里衍生了出来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立法会财委会表决高铁勃本当日 议会之外聚集了过千名反高铁示威者 一直收看议员在议会之内的讨论 我觉得我们的空间上的想法 其实有点令到立法会大了 你里面有五十个人在谈 但外面有几千个人跟你一起谈 有情绪的反应 会有理性的辩论 而这些东西我们又尽量用不同的方法 把它塞进真讨论里面 就好像一张桌子 它本来是弊的 或者是呆呆下的 本来是很不完美的 很差的 很多缺陷的 我们好像觉得自己做了功夫就好 我们好像尝试用报纸去塞桌子 令到它增高一点 令到它没那么凹凸 令到它似乎一些样子 令到它的讨论是认真一点 令到它对于保障市民的公帑也好 政治权利也好 尽多一些责任 在会议期间 公共专业联盟的工程师黎广德 将立法会里面的一间会客室 编成临时办公室 为泛民议员提供资讯 质询政府 他曾经向政府和立法会提出 以赶上路作为高铁总站的方案 他说政府指这个方案不可行 他们的意见 最终只能够在议会之外讨论 如果功能组别按照设计的原意 他们是应该按照公众利益 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 去帮市民分析这些问题 但是你看一下 今次有哪个功能组别的议员 是做到这一点 功能组别 因为由小英子串举产生 就令到大家会有一个先天的不信任 这个是一个管治上的死穴 因为如果市民 在开始的时候都不信任这个议会 是会真的愿意客观公正地聆听不同声音的话 他得出的结果 永远都是有一个原罪 背在上身上面 这个原罪就形成到市民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政府的议案在建制派和功能组别议员的支持下 其实一早就够票通过撥款 不过反对的泛民议员不断质询 用拉布方式拖延表决 经过合共25个小时的讨论 669亿港元的高贴撥款 在建制派议员和大部分功能组别议员的支持下 以31票赞成 21票反对 获得通过 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最早可以追溯到1985年 当时正民地政府推行代议政制 立法局在原有的官首和委任议员之外 第一次透过功能组别的间接选举方式 推选立法局议员 代表香港市民监察住 这些公司运作的 喂 浪费 我帮你去监察上这些公司运作 你欺负点吧 时移西易 香港的政制发展已经二十几年 到今天 昔日被视为一大进步的功能组别 反而被指是政制的叛脚石 公派 开成 公派 开成 现在为了政治的诉求 故意尽地抹黑工人组别的意义 这是非常不公道的 当然在政治上是没得对或不对 政治目的是你又对我又不对 这个什么时候都有争拗 我觉得是对的 我不同意这些 我希望他们选我 我希望他们选我 但我没有机制来说 我是没有机会做到这样的事 我是以什么呢 是香港整体长远的利益 这是我的标准 这个标准跟市民那方面的利益 或者他所要求的东西 或者跟任何业界的要求东西一样 完全没有矛盾的 到香港我觉得是成熟的话 我觉得普选是 最终会来的 亦都是看市民的意愿 即是 怎样都我们要信市民的智慧 即是如果市民觉得功能阻别 即是全港的市民 如果人民带上投票 是滚蛋的话 我便应该去滚蛋 即是如果你这样说 自由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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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立法會是因為行政主導之下 權力極小,能夠拿到資訊的能力極小 接著香港又沒有資訊自由化 根本它是在一種被設定的框架之下進行所謂的議事 我們需要有fair play 這個社會一定有政敵的 一定有跟你的政治立場不同的人 大家其實就是要競爭 透過鬥爭去搶奪主流的意識形態或論述 我是完全預備好參與這個戰鬥 因為這樣的政治制度 所以導致這樣的鬥爭或抗爭 就不是說他們有政治目的 就好像說有個陰謀在裡面 要怎樣奪權 其實這是有些賭果為因 就是因為制度在那裡經常卡住了 被認為是很不公道 因此無論是皇后碼頭好 無論是天星的問題好 或者灣仔很多重建的問題 一而再再而三 是引申到這裡的 不用說得遠 三、四個月前 他們都沒有想過投反對票 我敢寫包單這樣說 如果有政治陰謀的話 這些反對派為何會落後於形勢這麼多 不可能的事 所以就是包括政黨在內 包括政府在內 包括立法會在內 我們的政治體制 現在的設計 現在的運作 就根本不能夠解決 我們社會重大的爭議 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 近幾個月來備受討論 以至特首最近出席立法會 答問大會的時候 被功能組別議員追問政府的立場 這個新的方案 我是小圈之選出來的 但是因為我是居基本法 賦予各階層代表 我才是代表建造業的主席 我想問特首 將來我們普選後 張曉明在2007年 12月29日 他說普選不是代表 廢除這個功能界別 特首可不可以解釋呢 容政長官 他同意 而百分之五十的立法會議員 是從這個功能組別裏面 產生出來的 我一定要用說服的方法 講出我們的公眾利益所在 才能夠將這個制度 能夠改變得到的 三日前 由立法會工商界議員林健鋒 牽頭成立的工商界政改動力 就政府提出的政改諮詢文件 舉辦論壇 政府在文件中建議 2012年的立法會選舉 增加十個議席 五個屬於直選議席 五個功能組別議席 就來自區議會 論壇當日所見 討論的焦點 都是討論功能組別的存廢問題 以致政制怎樣踏前一步 在2004年喬曉陽說過 絕對不排除廢工人組別 但最緊要他覺得是保護軍行參與 即是說如果你政黨政治成熟化 都可以照顧到軍行參與 那天 就可以不要工人組別 中央政府 這麼緊張要那個所謂的軍行參與 如果你說工商界 他可能負擔最多的納稅 是經濟推動力最大的 而搞到在立法局裏面 參加的票數是少的 我相信很多人看完這裏之後 他不用跟你爭吵的 他直接說我不跟你玩了 真的不跟你玩了 把資金、工廠、什麼東西 他搬來這裏都可以的 現在軍行參與 我不怕草根 甚至我不怕那些八十猴 我是怕工商界 你要這十年 你要馬上孕育出一個專業的 懂得玩政治 而且形象好 又不是每次都想著 喂 政協人大 馬上有什麼要找阿爺搞定的 西方式的政黨政治 其實根本上的遊戲 對於工商界是完全有利的 其實只要有一個技術性的規定改變了 我相信在選舉裡面 工商界大勝的機會是很大的 就是給在電視上賣政黨賣廣告 一七 特首一定要民主洗禮 我要 選舉提名委員會 我再要更改 OK 你說我已經先下袋 2020立法會 同樣 我要這個一人兩票 先下袋 然後希望政黨政治成熟化 就可以再取消 就不要硬 一定要是 現在一步到位就怎樣 那個位就要什麼都在 那些人都在這裡 真可憐 最重要是我們可以增加民主成分 工商界或市民上 也有些人的看法 就是 或者如果是加五 不如加一些傳統的共能組別 那 工商界也有這樣的意見 但是如果我們永遠就是 我的意見就是對 你的意見是不對的 我們永遠永遠都是原地達報的 如果過了立法會這一關 即五部曲裡面第三部 到時一次取消 我認為是絕對可以接受 但是之前那段時間 就不要跟我加加減減 你加哪個、減哪個 合拼哪些 都是很多爭拗的 社會有爭拗 或者你那個設計那樣東西 是引起爭拗的 當然不好 索性就什麼都沒有變 去到那個時候就一刀切 你試了爭拗 時間表沒有變 人家常常說你可以做 你做了你就聰明 感覺到尤其是反高鐵之後 對於功能組別 在整個體制上的問題 我想是越來越多人 是看到那個問題在那裡 所以要去保留功能組別 其實是相對上困難的 可能2012年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你要想2016到2020 就是要去 對於保留功能組別的人 他們那個難度會越來越高 除非純粹真的靠著 人大釋法來做這件事 但是人大釋法 所對社會造成的破壞 亦都可以是很大的 所以各方都未必會 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上個星期二 建築界議員樓秀成 亦都舉辦諮詢會 收集業界對政改的意見 他所屬的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在08年的登記選民 一共有6147人 當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和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雙雙出席 不過 會議開始的時候 出席的業界人士 只有二十幾個 一號名單候選人 田北俊、簡榮輝、方角山 所得票數是 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五票 自由黨前主席田北俊 曾經隨工商界別晉身議會 亦都試過參加直選 贏過亦都輸過 他承認代表工商界利益的政黨 最終要走上直選的路 你可以看到 往往很多直選議員 和市民爭取 市民關注的 所謂福利也好 利益也好 訴求是多於政府肯做的 提出的話 就不是六十位議員 過半數就算數了 功能組別又過 直選又過 往往直選那邊 就夠數過 在功能組別那邊 就覺得 這個好像福利多了些 這些事情應該做 但就不應該一下 做到這麼多 就給市民有個角度說 你好像功能組別 經常跟我們直選的議員 對著說 我同意這是個問題 將來的 我們一個說法 就是我功能組別的候選人的投票權 去了幾百萬市民 等於直選的了 那麼功能組別的議員 還夠不夠膽 經常去否決 直選議員 代表市民 提出的修訂 在那個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未必會是現在這樣的運作了 一行以來 功能組別的議員 在市民心目中的認知不高 過去 有得涉及民生的議題 例如制定最低工資 公平競爭法 和增加中援金額等等 在立法會現行的分組點票機制下 大部分的情況是 直選組別支持議案 但在功能組別反對之下 被否決 你覺得跟直選議員去談是有分別的 很大分別 起碼我們都可以罵他 就他們辭去立法會議員 席位一事 作個人解釋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請等等 黃毓民請等等 主席 我們為了對於有五位議員 以辭職來搞所謂公投起義 利用立法會的會議來作宣傳 我們是非常不滿 所以我們現在離場抗議 上星期三 五個辭職的議員 原本打算在立法會會議上 作最後發言 重申他們辭職的理據 但是 在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杯葛之下 議會被迫留會 沒有機會再發言 正改的一個大的困難 我覺得不只是香港的困難 亦都包括中央和特區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議題上 我覺得我們都要 真是比較現實地去想 牽涉的是甚麼 其實是牽涉北京中央政府 去到80後這班青年 每一個人都牽涉在裡面 要擺平那麼多的分歧 或者擺平那麼多的不同的顧慮和考慮 是一個難度很高的工作 不同的持份者 唯一的出路 就是大家能夠兼容併包 不要一拍兩散 因為太容易一拍兩散 我其實很擔心會一拍兩散 就是每一步都要爭取 做到一個可以向前發展的方案 五區公道 全民喜宜 全民喜宜 五區請辭 變相公投 對香港的政制發展 帶來甚麼衝擊呢 下星期日晚7點35分 橫槍站 下星期日晚7點35分 煩美 天各大黑地 關鍵 這兩散部 幫你 我惨你 這兩散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